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 CrateTech So,CrateTech 前一两天呢 就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他拿到一个新的订单 大概是1.5亿左右吧 啊,为期两年 所以这个当然是好消息啊 是非常好消息来的 这样呢,有这个消息呢 昨天呢,他就止跌回省 这样,今天呢 大多数股都是回弹 他又再弹多一次 所以你就看到他已经是连上两天 这样他连上两天之后呢 他就已经是 涨回去这个 呃,阻力线 因为之前在破的时候是支撑 弹回去呢 就是阻力 就是阻力嘛 他已经突破了 涨上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近一点 也就是说 这边一天涨回去嘛 然后又三天 然后第四天又涨回去嘛 这是第四天啊 这个这天涨回去 涨不稳 涨回来 三天过后 或者四天过后 他就涨回去 OK 这个呢 就是一个破底番嘛 我之前讲了很多次破底番 这次这个好像要成功了 呀 但是呢 我们还要看 今天是情节禅 看一下他明天 这边有没有继续往上去 呃 也就是出现一个 青色蜡烛这边 啊 然后又有又有一个量 啊 今天的量也是蛮大的哈 这样呢 如果是两 连续两个 而且是第二个这个呢 是比这个一个更高 把整支都存掉 比这支都更高更高 哎 这个你就可以说它是站稳了 它就站稳了 但是如果它 明天很强势的 站上去 好像这样子的 又有量啊 你就可以说 你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已经是站稳了 这个站稳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一个整一个组合呢 就是一个破底番哈 破底番啊 呃 英文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呀 破底番 它弹回去了 啊 破底番是一个 马路信号 呀 如果它是 如果它真的是形成破底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之前这个 我们不是算这个 DEF不满足吗 这个这个 DEF破了底线之后 我们就说这边有一个 DEF不满足嘛 啊 这样这样子嘛 可能可能会 有第一个跟第二个嘛 这样如果它破底番的话 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不成立 然后只剩下一个了 现在一个 这个而且这个已经是做了的 这个已经完成了吗 啊 这个是好消息来的啊 OK so 就说一个 DEF满足就已经停了啊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没有出现啊 呃 但是呢 这一个我个人我个人认为呢 那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 同样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冲上去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你看 这个啊 MA60跟MA20啊 还是往下的哈 股价还是在它下面的哈 也就是说 然后呢 这边有很多套牢盘啊 所以它上去的时候呢 过程中呢 会有很多人要解套 所以它很难一下子冲上去的 呀 它我觉得它最应该会 这边叮咚叮咚 这样这样子啦 啊 啊 慢慢来 然后它的 如果它既然 如果它 如果它是破底翻啊 你看啊 我们很多条件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破底翻条件 它一定要完成先 如果它完成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主力啊 就是这个 这个条件啊 POC看到吗 多少钱 5块6 这是5块6啊 5块6 5块7 5块7 就是它的下一个 啊 recession 现在是5块1嘛 还有15毛钱 啊 呃 会不会突破 哎 我这个不知道 这个就要看 之前我不是讲的吗 这个MA20跟MA60 会往下压嘛 然后这边 呃 套牢盘 也是往下压嘛 所以它会不会突破 这个5块1 呃 如果它形成破底翻啊 会不会突破这个5块7 5块8啊 这个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才去 分析一下 呀 突破不到的话 你就要卖出去 把我们回来 当然 那现在前提示啊 这个是以后发生事情 这个礼拜 还要confirm 他真的是破底翻 也就是要符合 我刚才讲的条件 他才算是破底翻 他才有机会往上投 没有破底翻的话 这样 这样 这边都不用讲了 这样都不用讲了 ok 所以我们要confirm 这个是不是破底翻 ok 我们就继续观察 呃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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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